Discovery Sport 35週年的紀念版 那它的基礎呢 因為就已經不一樣了 不是柴油版本 是P250 Dynamic SE 其實我覺得以它的尺碼 可以做到5加2 真的也給一般家庭 一個很好的彈性空間 但是比方載東西的時候 可以載到比較多 載很多 因為這個底子倒下來 真的是可以載滿滿的 那以Sport來講 我覺得它要求自己一個 車身尺碼較小 4米6多 然後它的外型是相對 也是比較動感 運感 對 運動感 對 像包含引擎蓋上面的 這個黑化的造型 然後黑色字體是一樣 那另外還有一個黑化的下巴 所以車高也沒有像Discovery 那麼正色有沒有 所以這個看起來 真的是會比較都會一點 都會 但是它同時還是保有 那樣子off-road的性能 是 好 那我們來講 35週年 特試版 箱在哪裡 一定有增加配備吧 有 當然有 以這個車來講 當然它在天窗部分 加上去了 它整個的這個 全景的玻璃天窗 是有加上去 另外這是在它的這個 車室內 它有這個車室 清淨負離子的這個 清淨功能 好 再次額外加上去 車尾的這個名牌 跟Discovery一樣 它有35週年的這個 名牌的這個字樣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它有一個 七人座的套件對不對 對 它變成七人座 就5加2的部分 也列為了標配的部分 在35週年的試樣上 所以在整個車體上面 當然各位看到 跟Discovery 應該就是知道說 它的尺碼會小一些 軸距也相對再小一些 不過就第二排來講 一樣還是非常的多功能 然後跟寬敞 然後當然第三排就沒辦法 塗到像Discovery 那麼那樣的一個餘域 然後再加上 你剛剛聊到的這些套件 其實我們去研究一下 它價格會微調一點點 但是因為它加的配備更多 對 所以對消費者來說 你肯定還是有力多 對 如果剛好你要試 剛好你要5加2 那剛好你也覺得 玻璃車頂剛好也要選 那剛好它又是一個 特殊年式的試樣 那的確這個就是 目前你入手的最好的試 然後它在整個 全地形系統的部分呢 它雖然不是像Discovery一樣 是中間那個旋鈕去調控它的各個模式 但它一樣透過它的PV Pro 然後你可以去做各種的設定 地球王機械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手車輸報導 年底Toyota的旋轉 這個真是樹立像 我們現在試駕了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要選動你也看不到吧 台下友們 地球王機械邀您一起上線